好 還有一個這個釉的部分 這個電動車啊等等 這對於鋰礦的這個要求暴增 這個寧日 這個寒冰你來看一下 寧日政府鋰礦的價格要提高 提高到時候兩百五十倍 那對於法國會造成直接的影響 寧日作為這個歐盟天然釉礦的 這個第二大供應國 它的占比百分之二十五點三八 四分之一 非常的重要 一下子漲 你覺得會有什麼樣的重大影響 這當然啊 我覺得對歐洲來講是雪上加霜 對啊 漲這麼多 因為歐洲本來這兩年 就身為能源來源所苦 天然氣已經被斷了 然後現在又礦又出麻煩 對啊 法國百分之八十以上 是不是就核能發電了 而且我覺得 其實你說寧日漲價有沒有理由 我覺得也有理由 因為以前每公斤0.8歐元 你也太離譜了吧 會不會太誇張 你們歐洲人壓榨人家 也壓榨太誇張了 那當然兩百歐元又有點跪過頭了 所以這個當然啊 每個地方他們需求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他們要這樣漲 那接下來法國就非常頭痛 其實法國現在整個非洲 都讓他非常頭痛 你要到處遇到這個問題 明日的反法的情緒很高嘛 是這樣 就是剝削嘛 就是剝削太厲害了嘛 因為法國過去在非洲殖民 他們一直到最近都還是把歐洲 不是把非洲這些地方 當作殖民地在看待 所以還是用剝削的方式 然後也不幫忙人家建設 也不輔助人家經濟發展 結果每天只想吸人家血 然後你看這一次 更好笑的就是 人家對你要趕你了 說我不歡迎你了 叫你到一關走 好 我大使館繼續留在那 拒絕走 人家都不要你了 你繼續留在那 你到底是幹嘛 我覺得你知道嗎 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 一大堆網友說 法國大使非常悲憤 要不要怎麼辦 他母國不要他回去 那他留在那邊 你也不派軍隊去保護他 那請問一下 他那個人到底在幹嘛 你剛剛講 沒有派軍隊 這是個重點 今天看到很多的評論 都在講說 法國已經放棄了這個軍事 在這個對於他過去 時日殖民地的一些干預 這意味著什麼 沒有這個能力嗎 也不完全是沒這個能力 而是現在國際的環境 已經不允許法國再做這種事 那實際上 法國跟英國的司令 慢慢消退是誰幹的 其實是美國幹的 就當年利用蘇伊士運河事件 就把法國跟英國的勢力 逐步的一路把他趕回歐洲去 所以才導致法國的衰退 那現在法國以軍力來說 他並不是完全沒有這個能力 去進入尼日去鎮壓這個東西 可是問題是 這樣一做之後 他在國際上的聲明就大壞 那以法國現在正是需要 國際合作的時候 法國還妄想成為歐洲的盟主 他如果這件事一幹 他什麼都不用玩了 所以我覺得對法國來講 他真正的軍事手段沒有辦法實施的時候 你如果還想要用道德勸收或是其他的商業經濟的手段 目前法國根本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所以我覺得法國應該是要鼻子摸一摸 承認這個事實對大家都比較好 約翰老師補充一次 我在歐洲讀過開發中國家政治 我那是在比利時讀的 我在跟比利時人在一起住在同一個宿舍裡頭 裡面大概有四個人的爸爸是在 那個時候叫薩伊 或者鼻鼠鋼果還繼續工作 然後我對這個事情我很清楚 就是說他們雖然讓他獨立了 但是他基本上跟他的高層關係很好 主要的就是為了礦產 因為薩伊也是礦產豐富 像泥日的話像釉礦 釉礦很難得 每公斤0.8元 這個太離譜了 但是法國他非常靠這個 所以法國跟比利時的核能發電 都是占的比例非常高 原因就是因為釉礦便宜 他們環境漂亮沒有污染也是這個原因 所以法國死也不肯走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覺得他原來的部署的高層 還會繼續支持法國 您是要掌到飽就是了 這個這個軍事體 我讓麗將軍談一下 這個福建號碼 這個最新的這個航母 不斷的傳出 之前我們大碗報也逐一報導 他之前拆掉一條棚有沒有 後來拆掉兩條 現在全部都拆掉了 而且還冒煙 冒煙可不是發生火警 點火冒煙一切 我們看到這個動能也好了 三條大棚全部都拆了 還有殲35的平凡是非 每隔一陣子就有他的一個最新動態 為什麼這個時候這麼密集 一方面是這個技術 各方面這個時間點到了 另外一個大家就想到十一國慶 每年這個國慶的時候 不是大陸國慶都會 應該要有點亮點嗎 這個麗將軍你怎麼判斷 你覺得十一海事有可能嗎 那個如果有海事的話 對於整個大陸的海軍 會有什麼樣的提升 對於美國來說 我們看到各方面的軍力 平衡來講會有什麼影響 應該確定就是要海事 如果說不是要海事的話 我們剛剛聽變人妹講的 對不對 這個R7-135又來了 他就是來看福建號的海事狀況 然後或者是說美國那個 號稱以軍演的方式 其實他就是在看你 福建號海事的狀況 其實海事對軍方來講 是很高的一個機密 因為這個船到底可以跑多快 對不對 其實你現在看到他 解放軍所公布的這些數據 包括美國也是一樣 他公布他的這個航空母艦的 那種航行輸入來講 其實那都對他們來講 都是一個機密 就是我真的速度 我不會讓你知道 我現在對你公布 我說我是30節 最高航速在你 其實他可能可以跑到40節 也不一定 因為我如果說 真的在作戰的時候 我就讓你在我意想不到的時候 我就已經到達你前面 對你發起攻擊 所以說光這個速度 其實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機密 那之所以這個船 他的轉彎 他的煞車要多久 還有船上面 還有什麼要改進的 你不要看說海事 海事像航空母艦 海事最少要一年以上 才可以完成海事 要一年的時間 對 要一年以上 才可以完成海事 那他現在冒這個煙代表 因為這個船本來 就是傳統動力的船 所以很正常 他就開始燒窩爐了 然後那個煙就冒出來了 但是他如果真的航行的話 可能我再相信那個煙不會那麼大 所以現在 這個煙也 感覺像失火一樣 你說冒了煙以後 還要搞一年才是好 對 海事 海事他會 他海事完以後他回去 對不對 還要做修正 還要做改進或幹嘛 要有很多的數據 他才可以 最後他才可以正式 所以海事的狀況是怎麼樣 就出去一下回來 然後蒐集數據 各方面再修正 再出去再回來 對 所以說像這種船的海事 其實那個時間都很久 尤其是航空母艦來講的話 那他那麼大一艘船 他要測的數據太多了 包括雷達對不對 他徵收的距離或幹什麼 其實他這方面都要測試 甚至於如果測試海事 有沒有可能就直接 這個殲35直接上艦 來做一個是非起降的動作 我覺得都有可能 因為現在殲35昨天不是講嗎 他那個空宿管已經拆掉了 現在那個拆掉就是 他已經不需要空宿管了 他那個空宿管他還是 他測空宿還是有 他改成在機身對不對 那前面那邊他裝成雷達了 裝成雷達他這樣的話就 就不需要再用前面飛機頭 那個地方裝空宿管 所以我覺得這個海事代表 冒那個黑夜 大家不要又開始有些人 又開始要做文章 所謂這個船不行 這是科學的原理 你看包括美國他們自己的F35 他從空中降落的時候 他也會冒黑煙 為什麼 因為那個速度突然降下來以後 那個油燒就不見得完全 他要減速不幹什麼 在這種狀況之下 他燒的是 其實飛機燒的是GB4的那種油 跟一般我們的汽油不一樣 所以冒黑煙是很正常的 那他從海事 如果海事成功的話 花一年時間到這個入服役 大概要多久 其實我保守估計大概一年半 一年半 所以說我們不需要說 但是這個東西怎麼講 就是說你是一種科學的東西 你倉促成軍 你還不如把所有該改的東西改好 你光看他椅裝對不對 椅裝來講 他就一年多的時間來做椅裝 他要裝雷達要裝什麼 甚至連馬桶都要裝上去 在這種狀況之下他本來就是 那你現在那條船上面要五千個官兵 在上面光車拉喇碎 光這些裝這些東西就要多少時間 那你海事你是不是也要測這些東西 他的航行之中發生問題 他要改進要幹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說 那現在甚至於包括現在我們遼寧號都知道 他最近才從訓練艦改成戰鬥艦 其實這所以我們講一句話 說海軍成軍要一百年對不對 陸軍大概一年空軍十年 就是你要建立一支海軍 等到他真的有戰力 他百年可能是有點過頭了 但是包括人員的訓練或幹什麼 你都要熟悉 對但福建號如果說成軍入列之後 大陸海軍就是如虎添翼嘛 這個我們自己國防部 今年的我去看 我們今年的國防部發的 國防部的報告書裡面講 中共的解放軍的海軍 他在2035年他要到第二島鏈去 這是我們自己國防部講的話 不是我講的 是我們國防部在國防白皮報告書上面講的 所以2035年他就要到那個 時間都已經有了 對 太陽星全校課費 有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松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室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達成雙方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